美国的OpenAI最近出了一个新型的文字生成视频模型 大家可以先来看看这段模型 这段模型是从OpenAI的官方网站上我给扒下来的 这个版权属于人家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是真人拍的 还是视频自然生成的 就是AI自然生成的 答案是AI完全自然生成的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AI已经正式介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了 就任何人都可以在做视频 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媒体了 只要你在里面输入一段描述的文字 它就会根据你输入的这段文字 生成一段长达60秒以内的视频 也就是说以后短视频界不再需要创意 不再需要创新 不再需要想法 也不再需要拍摄 甚至不再需要设备 那么直接呢 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电影 人人都可以做视频 现在只是一分钟的短视频 那么以后呢 可能会出几分钟的视频 再往后呢 一两个小时的电影 可能也就这么生成出来了 所以说人类现在已经处在一个 科技革命的前夜了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 美国在AI这方面 已经走得太远了 那么甚至可以说 已经远远的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那这个结合 它不光是一个 AI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对吧 包括它的大数据啊 它对于语言的训练啊 包括它里面存储的这些资料啊 你包括它的图像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部是成几何级的网上涨 大家可以想想 OpenAI ChatGPC4 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才多久 也就刚刚一年的时间吧 现在已经突飞猛进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啊 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内吧 把AI这种东西放在武器上啊 放在汽车上啊 放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建在弦上的东西了 现在已经是说 随时都有可能能生产出来 包括我们都知道特斯拉现在啊 我看马斯克发的视频啊 大量的特斯拉机器人已经进入到量产阶段 那你说将来再配上英伟达的芯片啊 再配上啊 未来的这个AI的模型 未来的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我因为我个人对于这种东西 其实还是觉得挺振奋的 毕竟受贿的是全人类嘛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能使用这些东西 所以说看到这些东西吧 还是长叹一声 觉得美国在这半年的AI革命的发展 真的是日行日益 因为这个东西在没有出现之前 你可以说这东西是个噱头 它就是忽悠人的 但是真正你用过的这些东西 你才会觉得这些东西有多神奇 对吧 我个人也是这么一个看法吧 而且呢 我觉得现在的话 自媒体这个行业 你可以说一扇大门已经关上了 也可以说一扇大门已经打开了 大门关上的是谁呢 对于大V可能大门就关上了 因为你做的视频意味着不再是所有人都做不出来的视频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了 等于把这个世界完全给拉平了 那这款软件的产生呢 不但说明它的这个视频行业 电影行业被大规模的颠覆了 甚至连设计类的行业 灵感类的行业 广告类的行业 通通被颠覆了 以前可能它需要几十万上百万找一个明星代言拍个广告 现在只需要一段文字一个月二十块钱 你就能用OpenAI去把这段广告做出来 所有的这种设计类灵感类图像类画图类的人通通失业 通通被干死 所以说以后的世界真的是不敢想象 如果你跟不上时代 那就真的只有被淘汰的份了 我个人认为以后在未来的世界里 如果你不会使用AI 你甚至不愿意去学这个东西 你所面临的东西就是找不到工作 收入比别人低 你就只能看着别人发财了 这真的是既可怕又充满的机遇 对吧 电器人芯片还有AI模型三者结合 我觉得现在技术上已经不成任何问题了 这个东西从近距离的说 如果你应用到生活中 它会把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一个设计者 可能你需要几天才能想出来的一个设计 可能几个月才能想出来的一个设计 它可能甚至瞬间一分钟 它给你生成好几千个 对吧 它就已经把效率极大的提高了 你要设计什么新产品 你都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它做 而且花很少的钱 就能完成过去需要大量金钱 所研究出来的这个工作 而把AI放在机器人上 如果用于生产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生产力上百倍的提高 如果你再把这个东西放到军事领域 那么作战效能也能成几何倍的提高 所以说一个崭新的世界吧 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个人觉得 而且在未来的几年内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就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而且大家想想 这两年已经有多少革命性的东西取得了突破 机器人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 大家看波士的动力已经弄成什么样了 AI大模型 对吧 包括这个火箭可回收技术 美国搞的这个星链的卫星网络 包括可控核聚变已经做成了四次 就点火全部实现正增益 包括英伟达在芯片方面的突破 我们不能说我们站在科技革命的前夜了 我们已经在科技革命中了 咱们继续熬看 因为SORA现在还在内侧的阶段 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它的这个团队正在调试这款软件的安全性 那么在未来几个月呢 肯定就会上线可以使用 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觉得AI可能在未来两到三年会给人类一种让你意想不到的进步 那行吧 这期呢就很简短了 就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咱们再继续跟进 好吧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